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层次当然是最低层次了 叫做听而怎么样 不闻 这基本上属于重度残疾 第二个 他听 可是他听不出人家的话中的弦外之音 所以他只是听到表面 这种人缺乏敏感度 第三个 这种人他能够很专心的听 问题是他一直都站在谁的角度来听 站在自己的角度 我听到我喜欢听的 太棒了 我听到我不喜欢听的 你跟我道不同怎么样呢 不相为谋 我们不是同志 不跟你玩了 这事情 但至少他还专注听了 那当然最好的肯定是怎么的听呢 不但专心的听 而且你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听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尚老师今天到现在 讲设身处地这四个字讲了多少遍了 有没有好多遍了吧 不止一两遍了吧 为什么我一直跟你强调这四个字 因为你去看看 这世界上大凡具有超越常人沟通能力的人 他身上都具备有一种能力 就是他大凡跟人在沟通的时候 他一直都花多数的时间去换位思考 因为我能站在你的世界来理解你 所以我才能够去改变你 你知道吧 比如说今天我买了一台电脑 这里面装了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我以前没有用过 你说是不是啊 所以我是生手 如果我要跟这个软件很好的沟通 请问我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去了解这个软件 所以呢 我要把这个软件的操作说明书拿出来 一页一页的研究 哦 是这么操作 这么操作 当我主动去了解这个软件了 请问我跟他是不是就好沟通了 他是不是就能为我服务了 你看 所以你要去设身处于站在别人的立场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不好 来 我们再看下一个 聆听的十大法则 你想要跟别人做个很好的听众吗 那么这以下十件事情 你可能要把它记熟了 而且要让你自己变成这种人 第一个 跟人家说话的时候 人家在说话 你在听话的时候 你应该要把你的眼睛去放在哪里啊 放在对方身上哪里 视线 你说 如果对方看着你的时候 你的眼睛要干嘛 看着对方 他的眼睛看着你 我就看着你的眼睛 了解吗 这叫眼神对视 问题是 如果你跟一个人在沟通的时候 你不断地盯着他的眼睛看 我告诉你 他最后就会上吊自杀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觉得压力太大 所以我所谓的眼神的接触 事实上是要同步打个比方 今天我跟你在这谈事情 如果你的眼睛看着是这个杯子 那么我的眼睛也看哪儿 看一样地方 知道吧 你看我的眼睛 我就看你的眼睛 所以眼神要同步 知道吧 别老一盯着 孙老师 我上上课 那老师跟我说你一定要盯着人家眼睛看 看一看人家觉得 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 所以这并不是好的 第二个 专心的聆听 专心就不说了 我刚已经说过好多了 第三个 我跟你说 其实这些东西你都知道 问题是知道你却疏忽掉 都知道不要打岔 后来打岔了没 打岔了 是不是 都知道做人要有眼光 有眼光吗 你后来发现还是挺短力的 所以不要打岔 那么不要打岔 你首先呢 各位 光让你不打岔很难 问题你得从根源开始改起 你之所以打岔是因为你着急 着急干嘛 说话 想要不打岔很简单 以后闭嘴知道吧 言多 必失 闭嘴 各位闭嘴容易不容易 闭嘴容易不容易 闭嘴也挺容易 你拿你的手这样压住你的嘴 不要让它张开 这还不容易吗 是吧 你要养成习惯 问题是有些人啊 他说上老师不是 因为对方他一直讲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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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碰过那种人 他真的很爱讲 他又没有来上过上老师的课 又没学过NLP的沟通术 他就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以前你没上上老师的课的时候 你还跟他能够对着干 是不是 反正你一讲我就打断你 对不对 后来你上完课以后 老师又跟我说让我闭嘴 那我闭嘴了 问题是他又一直讲 我连想发问我都插不进嘴 这时候怎么办 有没有这种人 有啊不少 说不定在座以前就这种人 从今天才开始变成不是这种人 你碰到这种人怎么办 而且你会碰过另外一种人 他不但嘴 话很多 他讲话还前言不对后语 有没有 他属于放射状思考模式 今天跟你讲他家的狗 后来又讲他的儿子 你就觉得他儿子跟他家狗 到底有啥关系 东一句西一句的 讲话一点重点都没有 这属于这种超级放射状思考 如果你继续听下去啊 到最后上吊的肯定是你不是他 那这种人怎么办 怎么办 要不要打断 该打断的时候你打断啊 但前提你也知道什么时候你该不该打断 还是很简单 比如说我又谈这个比如说主持节目了好不好 你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这个访谈节目总共只有25分钟 结果你访谈的这个专家呢 他真的很爱讲话 你问他一个问题 他跟你讲20分钟 这节目甭录了 所以好的主持人 他不但学会倾听 他还学会适当的怎么样 打断对方的谈话 那请问用什么方式打断 你会发现那个主持人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打断 专家先生请你闭嘴 不会吧 他通常怎么打断 对提问 因为问题可以瞬间转移一个人的注意力 你说是不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补充一下 你看 如果假设这个人他说话说的信息很多 有时候你有问题不了解你想提问 可是你怕我现在不问 我待会就怎么啊 忘了怎么办 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这个好的习惯 如果你一旦养成了 对你的亲和力还有帮助 当然要养成 记录别人谈话的习惯 我再讲主持人 你会发现很多谈话主持人 他不断一边访问专家 一边在干嘛 一边在记录 有没有 这叫专业 如果你讲话 你发现对方在记录 请问对方给你什么感觉 上老师这人真好啊 我对他感觉太好了 你看我讲话 他还把我当总理一样 把我的谈话记录 像我从小到大 我讲话不但没人听 根本没人写 只有他今天写我的东西 哎呀 我把我女儿嫁给他也行 感觉受到尊重了吧 是不是 这是个好习惯啊 各位 要记录 我训练的业务员 一定要求他们去拜访客户的时候 客户谈话要干嘛 要记录下来 我在做从事业务工作 朋友已经注意啊 以及业务领导们啊 要让你们的业务员 出去跟客户谈话要记录 但记录的时候 使用的工具稍微要像样一点啊 所以我通常都建议 这个从事业务销售工作的朋友 你应该投资点钱啊 干嘛 在你的行头上头 比如说你的笔 应该要像点样子 有没有 你的那个 你要不要准备一个 比较精美的记事本 要不要 哎 这些东西 有时候你不太能省钱啊 我看到有业务员可逗 你是吧 那客户讲话记得真好 完了以后让客户签约 把那合约书拿给他 客户没带笔 他拿那个笔 拿给客户 客户不敢接 上头一层污垢 那不行啊 那代表你的形象 是吧 第四个 记住对方谈话重点 第五个 各位要听出弦外之音啊 我在这事啊 中国人还干特别好 中国人讲话比较含蓄 是不是 通常讲的不直接 你给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出来 各位这种能力需要培养 为什么 我相信我相信这就各位应该有这种能力是吧 我们实际上这种环境 有时候老外听我们中国人讲话特费劲 他那耳朵很直 他人也很直 他有什么就讲什么 他通常不给你拐弯抹角 咱们中国人讲话干嘛 喜欢拐弯抹角对不对 第六个 不要有偏见 不要有偏见的前提条件有两个 第一个要宽广自己的心胸了解吧 不要把自己弄成这么狭窄 只听自己喜欢听的 第二个 学会欣赏别人 你只有真正愿意去喜欢对方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有亲和力的人 对方讲话 你真的愿意听 你讲的东西我没兴趣 我没兴趣 不是我没兴趣 是我不知道而已 对不对 那不就是那作家讲的吗 他爸爸说的呀 当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不要说你没兴趣 听听看 有没有可能 讲东西还真挺好玩的 所以要把自己的心胸 这成见 这个不要太多 以推动管理者走向成功为己任 客户的成功 就是我们的成功 与中国企业共同成长 时代光滑 我第七个 当对方没有表达完全以前 不要太早下结论 不要成那种听三句话 以后就跟他说 你别说了 我知道了 你是半仙的吧 都会算命 再来第八个 你当你提出 你在倾听的时候 如果假设有些东西你不是非常确定 这时候你应该要干什么 适当的提问 了解吧 那么其实第八点跟第九点合在一起好 这个对方讲讲这个客户 他讲他自己的想法 对产品等等等等等等 我很仔细听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把它记录下来 可是当中有一点 我不是太清楚客户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 我好像觉得这个客户有一点悬外之音 我又不是很确定 这时候该怎么办 提问 了解吗 怎么问 很简单吧 张总 您刚才讲这个 我可能不太了解您的意思 请问您所想表达的是 这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这么问 对不对 但有时候问话时候 你要有点技巧 我看有人问话 他那个语气啊 让人家听着 真的想揍他一顿 真的不听不懂 就虚心请教吧 张总 你刚讲话啥意思啊 你觉得你觉得这个问题给人家 这种口气给人家 给人家什么感觉 当你听完了人家阐述完了 告一段落了以后 你应该要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把对方刚刚所讲的话 透过很简短的一两句话去总结 各位你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你要养成习惯 这客户讲了十分钟 讲了五分钟 不管讲多久 你一面讲 一面把重点记录下来 一面讲 一面把重点记录下来 他感觉他是不是很受尊重 他是不是就喜欢你了 我跟你讲 人啊 喜欢讲话呀 他一旦打开话夹 他可能讲了 你就一直记 差不多的时候 你要事实打断 张总 不好意思 打断您一下 这个 您刚才所讲的 我总结出来了三个主要的 第一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什么 请问 我理解的 有没有到位 当你这么一讲 请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答成几个原因 第一个 如果我把对方东西总结下来 透过简短的东西 再给他复述 这个人会觉得 嗯 你这小子听我的话 不但尊重我 而且你还听得特别的怎么样 专心 给我感觉就更好了 是不是 再来 第二个目的 如果我跟他讲的东西 假设我讲的不对 或是我有些误解 我一提出来 张总 您刚才讲 是不是 一二三 一讲完了以后 这时候如果你跟对方的沟通是有误差的 对方他会立刻的干嘛 纠正我 哎 双先生 不是的 你第一点第二点对 第三点 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 第三点我的意思是什么 什么 哦张总那不好意思 我可能误会了 那这样子我就比较了解 请问这样子的沟通 你觉得是不是比较到位 一般的人如果没有养成这种习惯 他常常就会自己下决论 哦张总讲的是这三点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了 难道真的吗 有没有可能 根本你是误会他的 有没有可能 各位你知道为什么沟通这么难 在NLP神经语言学当中呢 有一个十大基础信念当中的第一个 这句话讲的叫做地图 地图不等于实际的地域 就将就是实际的这个 换句话讲 北京市地图一定百分之百等于北京市吗 完全没有误差 大小都一样 事实上差多 我告诉你 首先 是不是有可能有误差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 这个这个小胡同 你可能在地图上不一定找得到 有没有可能 对不对 有很多信息上都没有百分之百表达呀 难道他每一条街的每一家 店他都给你标出来了吗 没有啊 这代表什么意思 一个人讲出来的话代表是地图了解吧 叫缩影版 实际的北京市是什么 是他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想法 各位来问问你自己 有多少次 你脑子里的想法可以被你用语言百分之百一点没有一六的表达出来的 有时候是不是打了折扣了 哎呦我心里是这么想 盛老师我咋就觉得我讲不清楚 有没有 所以他可能心里想的是百分之百 讲出来的时候剩下百分之多少 五六十了 结果这个听的人又没有听完全 再打个对折 剩下百分之三四十了 完了以后他再用自己的定义去扭曲一下 那就剩下百分之一二十了 所以两个人沟通越沟通 怎么呢 越有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了吧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我们刚才这个讲的聆听的十大法则 第十个 有问题就提出来来澄清他的疑虑 好不好 这点很重要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谈一谈体问 来我们看下一个 问题 你要当 现在你会听话咯 那么你要不要学会问话呢 事实上问话的难度 有时候比学习听话还要来的简单还是难 还难 问不容易 问话谁都会 可是要问好不容易 问题有分为两种 这个可能很多人知道 一种叫做封闭式的问句 一种叫做开放式的问题 各位有听过这个吧 好 什么叫封闭式的问题 而是或不是 结婚了没有 封闭还开放 封闭是吧 中午吃饭了没有 封闭式问题 是吧 你所回答出来的答案 就只有 是不是 好不好 要不要 有没有 对不对 类似像这样子 叫封闭式问题 什么叫开放 那对方需要解释的 我问你结婚了没有 这叫封闭式问题 你就回答我有或没有 或是最近才被退货 好不好 反正你答案不会超过太多 我要问你说 今天你怎么跟你的对象认识的 这就是个开放式问题了 呀 你得给我回答一大篇长篇小说 张老师 张老师 我当时跟我们家那死鬼认识的时候 是在十年前 一个月黑风高 风雨较佳的夜晚了 那你有好多故事要讲了 是不是 这叫开放式的问题 现在几点了 封闭还开放 有人说封闭 有人说开放 为了让大家都觉得感觉良好 我就把它综合加起来出语了 叫半封闭半开放 也有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呀 这个问题不是说完全可以二分法 不是封闭就开放 有介于之间的 那么 封闭式的问题 所达成的效果 跟开放式的问题达成效果 有没有不同 有没有 你知道有封闭有开放 同时你必须要知道 封闭跟开放 它的作用有什么不一样 你想发挥说服力啊 这点很重要 封闭式问题 一般拿来干嘛呢 比如说打笔发 你看我这话 是使封闭开放 比如说我是个业务员 今天尚老师 比如说我是个业务员 我卖什么呢 好 我就从事教育培训 我今天在销售我的这个制胜行销教练系统 什么叫制胜行销教练系统呢 我一套系统 专门不是说让你来上课 而是我这系统干什么呢 引进你的企业 让你的企业 透过去拿我这套系统 可以建立你自己的业务员培训体系了解吧 不要再假手他人了 你自己就是专家了 同时可以培养你自己的企业的销售部件或老板或是高级主管 作为一个优秀的销售团队的培训师 那么今天我打电话到你公司去 我们不认识啊 是个陌生电话开发呀 对不对 今天你是穿了跟长城一样 这个增加后的这个防弹衣来这个接我电话 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会问 我可能一开始 当然首先要建立亲和力 要不然你就不要回答我问题 你就把电话挂 前提是假设我亲和力建立的不错了 我这时候可能要问你一个问题 张总我想请问您 您公司有多少业务员呢 请问这是封闭还开放 是不是开放 这是很开放 我咋知道你公司有多少业务员 可能一个可能一千个耶 是不是 那请问张总 您平常是怎么培训你公司这几十个业务员呢 请问封闭还开放 是不是开放 张总请问你们以前使用的培训的体系是什么呢 封闭还是开放 是不是都是开放 对不对 张总我想请问您 过去在05年 在公司的业务团队销售当中 您觉得您碰到比较让你操心的 比较烦心最大的挑战或是难处是什么 请问是封闭还是开放 是不是都是开放 请问我问这些开放式问题 我的目的是什么 对嘞 我是拿收集信息的 对不对 所以开放式的问题 通常不是绝对啊 通常来讲是它是拿来收集信息的 我想对你深入了解一下 我可能问的很多的比较主要 不是百分之百 可能大多数是属于开放式问题 我要问封闭式问题 请问封闭式问题拿来干嘛用的 确认或是拿来发挥说服力的知道吧 一个有说服力的人通常他会善于去灵活运用封闭还开放 是吧 想不想知道一个方法可以让你三分钟之内快速让一个异性对象爱上你 这是封闭还是开放 你只要回答我想或不想就完了嘛 这难道不是封闭吗 想不想知道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在三十天之内倍增业绩 想不想知道 如果有这个方法你愿不愿意了解 是不是 假设这方法真的能够被验证有效 你愿不愿意投资几天的时间和一点点金钱 让你自己的收入增加呢 愿不愿意 问你话呢 愿不愿意吗 愿意是不是 你说那封闭式你接下来就要跟我推销东西 那我不跟你推销 我问你假设封闭式这个课不要钱你来不来 要来的举手我看看 不要钱呢 不要钱你还不来赶紧举手啊 是不是都要来嘛 是不是 问你这世界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不可能是免费的 对不对 我刚问了一堆全部都是什么问题 封闭式问题 我透过封闭式问题 我就让你回答是或不是 好或不好 我不断在导引你的思维的方向 你了解吗 最后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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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就觉得 怎么上次讲的话越来越有道理了 你就被我怎么样 发挥了影响力了 对所以这是一个 当然我们下堂课还会针对这个东西呢 我们会跟各位谈谈 提问的类型 然后提问的几种有效的方法 以及在销售当中如何去运用 好不好 那么这一堂课我们先进行到这里 到此先告一个段落 然后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待会继续 谢谢大家 给你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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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